我認識十分 有你有沒有有愛 靠你靠我盤在 凡老百老 天天與你共在 我個兒子 他叫阿超 常常嘴喵喵 他每晚都說 看見美女, 我買眉條 老婆是最重要的 一家之主, 找人不可笑 好老爸, 是有指標 我女兒, 她叫阿妹 打扮得很厲害 等明星, 她還有心機 讀書, 她說No way 洗衣服, 煮飯, 側頭側尾 真是最令我熟悉 家庭主婦, 太多東西, 什麼非 好媽媽, 怎知道才可以 兩個人夠再送 我希望你捨不得 文老百老 易言與你共同 搞定 行了, 行了, 行了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肥媽家人 你幹什麼? 你怎麼這麼遲 你應該一起出 我以為你趕不到, 你去哪裡 排隊, 你不知道嗎 排隊做什麼?抵醫生嗎 銀行很多人排隊, 別收拾 我也去輪買一份 現在還可以排隊嗎? 別人說拖什麼, 全部排隊 你們有排隊嗎? 沒有 還有, 我要先解釋一下 為何今天我們這麼少觀眾 原來… 全都去吃飯 不是 全都去吃飯 不是, 因為我們歡迎大家一家人 那些一家人有十多人來 誰知道一家人脫下 這樣就變成這樣的環境 首先我們很歡迎我們現場的嘉賓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好, 先進入正題 首先說一說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場的觀眾如果發表 盡量說話 發表得最好的嘉賓 會給你500元的現金獎 不是, 我給人有線給 當然, 由你… 我買股票 我買股票 500元也是買股票, 是嗎 當然一步 我們今天為何會提股票呢 其實我們今天說的是買股票的風氣 現在這個風氣 還有, 買股票有兩個人 因為股票給一些師奶 現在師奶也買股票 誰都買的 你不買股票就沒話題了 但有兩個股神, 股票明星 專家 專家兼明星 就是找他簽名的, 你知道嗎 很厲害 對, 我們請他出來, 好嗎 我們請他出來 我們請他們就是陳明禄先生 我們叫陸叔 還有, 陳明禄先生 謝謝… 坐下喝杯茶 請坐… 雖然沒有包 坐下, 請坐… 先喝杯茶 請坐… 你們也可以發表問題 這麼近看見, 很多事情可以問 但今天不准問號碼 誰的號碼升, 誰的號碼跌 就不准問了 大家有沒有買股票嗎 沒有 那我們走吧 請坐節目 我們請坐節目 我們請坐節目 我們不說股票 所有人都沒有買股票 我想好像請錯人了 沒有, 不認識 不認識就不買了 但是身邊的人有買嗎 有… 陷害身邊的人也有 有 我想他們不敢承認買股票 是嗎?買股票 這麼多人看著 買股票也不認識 因為老公看到 我可以說買股票 昨天排隊不是壞事 對, 我也說不是壞事 最重要是懂得買股票 政府也說不懂你買 我也想買 我也想買 對嗎? 對 有些是老公說自己買了 他老婆不懂得買 千萬不要買 就是這樣 自私 對 我們來講一個例子 陸叔, 你看 有沒有看新聞 說一個女人 她去買股票 她的股票就不斷升 她去追回那個人 給她消息 她買不到 她的股票就不斷升 她的股票就暈倒了 你覺得買股票 不用這麼生氣 不用生氣 生氣就不生氣 我想她有特別 她生病也很厲害 但她生病也很厲害 她生病也很厲害 她還去買股票 就被擊倒了 很難說 我經常說 最主要是買股票 好像說緣分 如果你說買不到股票 你沒有緣分 就勉強 是嗎? 還有一件事 家仁哥, 有買股票嗎? 以前有 以前… 我試過買股票 即是現在借了嗎? 不是 我也想買 我以前有這樣的經驗 買了股票 買了股票 它跌了 心吐 賣了 它升了 又是心吐 又是心吐 你那天有沒有暈倒了 我不會這麼快暈倒 但它升了 但我經常想它跌下來 是 跌了… 那天一跌了 又開心 吃得飯了 一升又心吐 但你沒有買了 已經賣了 即是手上沒有股票 你經常看著股票又心吐 你經常留著股票 這樣也行 這樣也行 不… 福肥教我們 不要跟股票談戀愛 他就跟股票談戀愛 舊情人脫下 脫下 脫下又不值得 還想著我們不是專家 但現在的風氣 我聽過人說 簡直是跟銀行混購O.D 這是真事 那個銀行說 肥媽, 你不會做生意 看甚麼工 銀行O.D.息口多少 他都說 我拿好一點的錢 炒兩轉就不用做工了 這樣 你這是誰, 說得對 不能說的, 是我們… 不是我 不是我 鄭嘟秋 是不能說的 鄭嘟秋 為甚麼你會這樣說 因為我今天看報紙說… 鄭嘟秋 你不要誣蔽 鄭嘟秋 大哥, 鄭嘟秋休興 真的 今天看報紙說 他找他太太買 買了30萬的湯肚 那些東西 是… 糟糕 別人買就不糟糕 他買就糟糕 為甚麼 丁太效應 不要緊, 問題是他買 他在後面沽棋子就行了 真是傻的 他沽棋子, 叫人家買了 陸叔叔不是這麼說 我還打算叫你上來頂住他 你陸叔效應就上了 我還打算叫你上來 我還打算叫你上來 我還打算叫你上去 我還打算叫你上去 問題就是這樣 我的節目結束了 我怕跌了兩天 很多人昨天 真的在街上看到我 就說跌了兩天 你快點再出一個節目 對, 就是今天上來 頂住 馬上升 升了萬出點 沒錯 他一上節目就… 朋友問我甚麼理由 我說今晚要上肥媽的節目 幫我買過飯店 那就是有少許功勞 有少許功勞 肥媽也有功勞 那也要買一個節目 有少許功勞 我想問一下 現在對股票這件事 好像不買股票的人 是完全不更新的 就是沒有話跟你說了 說得很坦白 我現在是甚麼 TOMMARK 政府推動的那些 甚麼科目 甚麼營 我全部都沒有買 我可以告訴你 但我每天都睜大眼 我就對著股票 幸好不是賣過百 有線台就很好 他有個十八台給你看著 你會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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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問一下 他就是打以上的報告 只不過是參考 參考 你要打給A準 你會經常去看 因為為甚麼 現在的人一坐下 那隻是甚麼號碼 你會知道 現在的人問甚麼號碼 我沒有那麼細緻 起碼我都知道 甚麼號碼是多少錢 今天升了多少 今天下了多少 即是旺那幾隻 我知道肥媽唱歌很聰明 以為你看好號碼 來唱歌 403-4243-4243 這樣 TOMSIR 以後10點友善財經 找肥媽上去 這條條好 是嗎 問題是他現在說 我甚麼號碼 甚麼背景 他都知道 雖然沒有買股票 好像我一樣沒有買股票 我會說這些話 但我以後不用上去 因為肥媽… 你沒有買股票嗎? 肥媽起碼有收視 我不想去信 綠叔叔 你也是專家 我問你1831 你怎麼看 你真的… 1831 1831 我知道 13 18加31就是13 對 她說今天不說號碼 不說號碼 1831、121 是有線電視的電話 1831 1831、121 還說專家 還說專家 我告訴你一個笑話 是 有兩個秘書 有新出的唇膏 只是號碼 譬如說 不是這個號碼 譬如說 拍攝 拍攝多好 因為現在的唇膏 都是說號碼 突然有人按照目標 上來 一聲碼 不如買甚麼 說了一段 不好意思 我只是說 唇膏 唇膏 其實我覺得… 現在人們對他號碼很敏感 對 很敏感 這是真的 但如果你不認識 就不能跟他話說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你們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你親身邊的朋友 親戚都不斷地跟你說這些號碼 買甚麼 會甚麼 是的 但橫行有個現象 我想問一下陸叔和珍Sir 我有很多主婦的朋友和粉絲 說肥媽 這隻可以嗎 那隻可以嗎 我們究竟知道人家做甚麼嗎 我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 你這樣說的背後為甚麼 即是說 他直接問你 這個號碼可以嗎 這個號碼可以嗎 他說 多少錢 他就知道 我們究竟知道人家的背景 上市多久 有多少號碼都想來 有沒有跌過 我不知道 你買那個號碼叫甚麼名字 甚麼名字都不知道 就去買股票 那你覺得現在這個風氣 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我那時候買都不知道 我現在想問一下 陸叔和珍Sir 我告訴你 一個號碼可以記住 很厲害 你記不住裡面的東西 跟現在炒.com的分別 因為沒有背景 現在炒科技股 科技也沒有背景 你好像那個.com出來 都沒有東西看 你擺出來就是上市 你為何要知道他的背景 最重要是知道他的前景 而不是背景 我告訴你 前景如果真的說好 那你就買他 如果你再問他 你知不知道他背景 不知道 但你知不知道他前景是甚麼 知道 他說知道 他很厲害 是嗎 是嗎 裁判 有甚麼背景 前景是前景 你們沒有裁判 所以有錢找我來做 知道我的前景 知道我的背景 也是好的 認識別人背景 不是 現在這個風氣 你覺得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就像現在這個 Tom Dog 排隊排得很離譜 但其實 有一個現象 我是知道的 其實在中環 某間名店旁邊的 這樣的銀行 其實沒有人會去 有人說 這裡可否交給我 可以的 你放下就行了 完全沒有人排隊 但有人排隊 這個純正 完全 請認識香港人 和主婦 有人排隊那裡就是好的 沒有人排隊 那裡買到的 他心裡這樣想 但我覺得 要排排到 打了整個餅 排到 林山門 你有沒有看新聞 林山門 他扔進去 撿進去 撿進去 即是沒有接飛機 就這樣扔 這樣扔不可以 我也是接了飛機 這樣扔進去 所以就中了 你中了 對 中了個袋 我問你 你覺得 例如他買股票 這樣的做法 這樣的做法 就是只有一個銀行 只有十間可以買 這個合不合 還是說 這間銀行 這麼多間分行 為什麼不可以 每間分行都可以買 我想 這個要說公道一點 我想初時 他真的沒有想到 真的開始派的時候 是內幕 沒有想到 這麼多人 但首先公明一點 這個股票是七億多 他上市只拿七億多 不是拿一千億 一千億 你只想拿七億的股票 七億 如果你分開這麼多銀行 每人一億多 有銀行採取你 沒有銀行採取你 一間銀行也是對的 他一間銀行想著 大分行 他才是排隊 大分行是個大科 被人排隊也是對的 十間都很大分行 你說他慢慢派表 派到百多萬張表 他那時候想想 需不需要放大些分行 這是需要的 但他最適合有些條例 就是他印出了十間 這樣之後 或者這樣 我們先去廣告 因為我們這裡有老闆支持 我們先看看老闆 好, 去廣告 回來再廣告 香港已經夠大數 我疼你疼老闆 我疼你疼老闆 亦言語與你共同 搞定 行了, 行了 好, 乾杯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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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嘉賓 大家都知道 我們叫他 不只神童那麼簡單 簡直是神 當他神童那麼快 就是陸叔和曾祥 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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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剛才問他問題 還有很多人打電話來 想跟曾祥和陸叔說 問哪個號碼 哪個股票 我們在這裡提醒大家 打電話來 183121左右的觀眾 因為你打電話來 號碼就不會回答你了 你說說股票 應不應該買 現在這個風氣是怎樣 就是大家拿出來討論 如果號碼就等他們的節目 才可以說的 號碼就記住 打進來的號碼就算了 是呀 即使你問也不會回答 我們的節目要開才能回答 對呀 剛剛做完 剛剛做完這個節目 如果你說要問什麼號碼 我知道我會接近 我會這麼接近 成王廟 我待會會投回好籤 實在告訴大家 我已經聰明了 肥媽的六叔 所以我待會想問號碼 就結束了節目 在友善門口等肥媽 只是打電話給肥媽 在友善電視門口 當然是等肥媽和你 用什麼價錢 我們在後門離開 對吧 那你在後門等 最後剛才我們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用十間分行 給那麼多人排隊 這個計劃適不適合呢 那麼適合 陸叔就開始回答的時候 我們米飯班主要說話 麻煩陸叔繼續 繼續 我剛才所說 因為數目小 一間銀行 一間銀行都沒有問題 那間銀行有很多分行 你知道的 但是現在他給了十間分行 招股書都寫出哪十間分行 然後十間分行都足夠了 打算是很大的大堂 你知道了 中環你剛才也說 有一間也沒有人去 不過人們就說 集中在旺角 那些人很有趣 香港人排隊多些人 走去 原來那裡多人 走去 以為那裡是黃 你買六合彩 你叫他買六合彩 那間店說六合彩多人中 你也會去的 你多人去 快神也是 就是 你不怪那些人有靈感 或者迷信 那你不能夠鋪排 我遷就給你 如果你說原來元朗、粉嶺 那些不遷就腳 或者那些人覺得不老禮 不去 那又是眼光了 也不是不開心 因為有些人是在想逼一下 不能逼那些人怎麼開心 真是不開心 這件事老實說 也不知道原來搞得這麼亂 最後那天這麼亂 有很多人 在香港很有趣 你給表 其實有四天 給你給表 但終於是最後那四分鐘才給表 你的問題是 如果你前幾天只拿表 你看到那幾天沒有人提表 是最後那天 就有很多人提表 那是心理 就是了 我拿著一張表 沒有人排 有好處 有甚麼理由沒有人排 沒錯 先等等 看一看最後一天 排隊的隊伍 沒錯 你看到昨天 你看到有些人即場 都像律合彩一樣 即場就填表 其實這樣填表 一定有很多退票 退表 因為你這樣填表 一定是不適合的 當然肯定 不過即場 有很多人在那裡 你排甚麼 排甚麼 原來有表 還在派表 還在派表 還可以拿本票 拿票 立刻回家拿票 填上去 還要填 很多人在旁邊說 還要填 因為那些排隊的人 每個人都為自己辯護 我排隊一定有理由 我覺得還要填 我會否告訴你 我博彩而已 也不知道會否會填 你覺得他傻子 沒錯 福審 有些人就解釋 這個現象 股市已經是貧臨股災的邊緣 還有我們剛才說 有個說法 很多人說 如果是司拉 賣菜賣魚 誰都好 都買股票 就危機了 這麼多年 都有這樣的說法 我這次不太同意 坦白說 這次人們就不太分心 因為這次便宜 一個七號多 我現認二千股 三千多元 是在買菜打斧頭 就應該可以買到 我看到有些人背著寶寶去買 那些肯定是打斧頭錢 所以我覺得還未去到訓室 譬如像今天那些觀眾 我們問他們 有沒有買股票 他們就說沒有 是因為他們在部署 只不過市跌的時候 就入市 就不是不買 是在部署 即是很懂得炒股票 是的 我經常說 我經常對司拉很不公平 每一次跌市都跟司拉有關 你師拉入市就要跌市 這件事是對司拉很不敬 是不是 其實股票最對阿鄭的先生很不敬 真的 你這樣都為了司拉 你這樣都為了司拉 你也行 跌市是一齊的市 為何一定要跟司拉有關 不是 他們的跌市不只是跌師拉 又是賴鄭嘟秋 還沒做過 這件事我覺得最不公平 做折都 你覺得是不公平 真的 都說香港人姓賴 知道嗎 剛才說 那些排隊都要擁住那裡的排隊 就是說 那些人是姓賴的 輸錢 尤其是旺角 大陸是旺角 對,旺角 你一定是旺的 我們聽聽現場的觀眾 待會又發表 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是 喂 怎麼稱呼 我姓林 林小姐 你好 肥媽 你好 你有甚麼要跟我們說 我想問一下六叔 因為現在這間公司 Town.com這間公司 是想創業版的 我股票的知識我不是很多 但我知道創業版 一定要有兩年業績 即是有個公司業績才能上到 我不知為何這間公司 這麼快就可以上到 你別說不懂 連想創業版一條片都知道 你試了 你試了多快 對,是可以招負 是,是兩年他他做過生意 對,對 那這間公司 業績是不用的 不用賺錢的 但是他還沒做過生意 就可以搞到這麼多 這麼爆炸性的新聞 走出來 有些人會逼到他 又說收集商不夠 用垃圾袋來安裝 我不是排隊一個 我看到他排隊 我就要很搞笑 你怎麼回答呢 六叔 這間公司的特別是 其實是名牌效應 我這裏不要批評這間公司為何可以這樣上市 是的 沒錯 有些官員是他們自己的決定 我們不要批評 但最主要是為何人這麼喜歡 如果有些股票不是這樣的名牌 未必有人要 這間公司是這間公司的 是詳實和和王的 亦是李嘉誠先生 或者是李嘉 不是李嘉 而是李嘉人 不是李嘉人 與你無關 不是我不是勝利勝良 與你無關 所以整體來說 有名牌效應 而且覺得管理階層好 便會追捧 股票就是這樣 我都告訴你 它有前景 而不是背景 是的 是嗎 有前景 我補充是陸續的 其實你們如果細讀公股的條件 其實拿出來公開發售的 原來只是佔10% 大部份都是西比大媽薩和海外認購 90%就是 換言之 其實這次的認購 是引了很多外資進來的 是真真正正的 現在所謂香港市民或司法認購 是佔了10% 只有10% 所以其實是好處 換言之它吸引了外資來香港投資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聊天 說實賺的 為何你不去排隊 問我為何不去申請表 就是他申請賣一份 他說實賺的 這樣說 那是否實賺的 他上市之後 我就在這裏說 這個問題問得好 我現在也買了提醒 先看看 是的 我猜不到實賺的 問題是說 賺的機會率是大 這樣解釋而已 不要說實賺的 實賺是有點難過 問題是說 如果今天到那種.com上市 美國的股市 是跌成千點 你看看會不會實賺 肯定不會 所以問實賺 就是剛才曾sir也說了 他因為在香港那一部分 是很小的 只有幾千萬股 如果有很多人追捧 肯定狂潮在這裏 但是賺的機會是大 你進入的機會 尤其是你進入2000股 是抽籤的 你中的機會都這麼小 那你贏的方便會比較高 你明白嗎 六哥大人是我這樣看法的 即是今次tong.com 是第一隻所謂名牌照 創業版的 接下來大家都知道 Fundee Vision 香港tong.com之類 第一隻照片被人塗倒 那些就很難上 所以我用這樣的眼光來看好它 我沒有說實賺 不過我用這樣的眼光來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剛才進入了一千萬股 你再說一次 另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股市上升到17000 很多時候 香港的股票城市都說 大南州有實職的業績 有實職的公司 有業務 但是我自己97年都做了大閘牌 閘到現在都還沒回到身 即是你精尼食都 還有就是說 但是想到這麼多 那其實是靠什麼東西 真的靠真的炒炒炒 師奶炒 婆婆炒 我今天去銀行 所有人都進入裡面 不停排隊入入入 即是完全不知道 那隻東西是什麼來的 什麼號碼 告訴你 我什麼多少錢 入吧入吧 一萬二萬五天 我心想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的 現在這個環境 個個真是沒事做 拿著最後那一塊錢 就這樣炒炒炒 也可以有飯開的 我真是想問你 很嚴肅 現在真的沒有進入 現在真的沒有進入 即是97年到現在 正在做大閘牌 閘到現在 手上的股票還有嗎 當然有 我只要不敢進入 我現在留在我前身 我就告訴你 今次哪裡會有股災 有些人打電話來 就告訴你 他還是在這裡 是的 現在還有這麼多人炒 你說哪些人炒 我覺得是大戶在這裡炒 對 因為現在… 現在有人保持清醒 有人保持清醒 只是未到股災 不是保持清醒 曾先生 你看到外面的人炒炒 都是小撮人 也是按住股價 還未到家鄉 不過你沒有心機去看 他們有心機去看看 究竟類似誰買的 林小姐 老實說 如果你再炒股票 這就是指標 真的嗎 對,就是股災的指標 林小姐 你沒有進股票 你會否後悔 有沒有後悔 看著股票一直升 我沒有後悔 但自己沒有進股票 沒有後悔 沒有後悔 因為我現在在做踏襲校的 都已經死了 所以林小姐 你不要再入股票 我求求你 你真的不要再入股票 他說你剛才去股票 不是… 你是唯一的 你真壞 你真壞 我們整個屁股 你自己進去 因為我有個朋友 那天告訴我 我還懶惰 我打算股票升上17000點 那時是16000多 我還打給別人 你現在拿著股票就可以買 你知道他的樣子就是這樣 不是嗎 我不知道多少股票 現在還弄了一股票 我不懂 又不知道多少股票 縮起來也不知道多少股票 他說我要這股票 升到6元我才會翻盤 他說這股票是八毫子 八毫子一分鐘已經升了很多倍 知道嗎 在下面已經升了很多倍 曾經就算是內一號 是零點多股票 零點兩股票 他說 這股票很重要 我還懶惰打電話給別人去買 他說真的 升到6元我才會翻盤 那你不用再說那股票 一定是各個股票 紅炒那股票 我沒有你朋友那麼聰明 我又被追求慘了 現在我拿著那股票也有上股票 不是, 有入入了 真的有入, 我說沒入 我告訴你 他沒有入, 他沒有入, 是吧 他有, 但我真的叫入 我不是入, 是吧 你是不是這樣說 我是混貨, 不是入貨 入怎麼混呢 我混貨 我混淡了之後, 他一直上股票 真的有 最初後來也說, 我也是贏錢 曾Sir, 你說我沒有什麼指標 謝謝你, 齊小姐 你繼續贏錢, 混淡一點 我先去去我們老闆的說話 稍後再說, 看看誰 好, 稍後回來再聊 好, 搞定, 搞定, 行了, 行了 好了, 我們又回到現場了 剛才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現場的觀眾 一拍攝就不說話 是 一關廣告時間就不斷說話 對, 問了我多少問題 這位太太就說 想問六叔什麼是創業版 我想很多家庭的觀眾都想知道 或者六叔再回答一次 什麼是創業版 很簡單, 現在有一個主板 上市公司、聯交所的主板 有一個創業版 創業版其實有很多地方叫第二版 即是有些比較小的公司 有前景也說 現在創業版不需要有背景 有前景就可以了 即是你做了兩年生意 你要做兩年生意 那兩年生意虧也不要緊 虧也不要緊 那就是有創業 你告訴別人 我現在發展什麼東西 是要錢的 那你就在創業版上市 還有剛才你回答的 就是創業版上市 你買這些股份 你要簽個生死狀 對, 生死狀 什麼叫生死狀 風險的那張紙 就是風險自負 你去任何地方都要 即是說 到時你如果創業版 風險這麼大 如果輸錢 不要賴我 不要賴證監 不要賴聯交所 不要賴經紀行 就是賴你自己 哦 還有什麼沒問題 那張紙其實叫賴我自己的紙 對 沒錯 你當然要做什麼 剛才白頭髮 這是大家說的 好了 還有什麼問題 如果現場你不發聲就很難 不要緊 要問你 那你說自負是否沒得賠償 不是 炒股票也沒得賠償 如果炒股票也沒得賠償 有很多賠償就好 有些是結業的 也沒有 你結業 如果你自己買了股票 他的股票是結業 也沒有人會賠償 你買了一間公司 你買的時候沒有人騙你 就行了 值得 除非你發覺那間公司有人騙你 有人騙你 那你就可以要求民事賠償 不,阿楠和陸叔 他可能說是證券行結業 證券行結業 證券行結業,就賠償 他有賠償基金 證券行就是買了股票 那股票沒事 但那間證券行有大師徒 你可以跟聯交所拿賠償 但賠償多少錢就不知道 證券行倒閉 公司的那間股票 你持有股票在公司結業 你就不能賠償 你看看他分了多少錢 或者他有很多資產 你分到最後分給你 好了,你們都說沒有買股票 我相信你 我覺得你們非常忠心 我們看樣子很忠實 那你們的老公有沒有買? 有 小妹妹、阿哥、嫂子有沒有買? 當然有 有 身邊的人每個都買 除了那隻機 有沒有人不買? 沒有 沒有圈嗎? 你認不就對了 別阻礙人發財 這句話 知道是發財 別阻礙人發財 心理的,買贏發財 別人是一種嗜好 我想這樣對答有些不太正當 好像說到買股票怎麼搞的 買股票不對 好像問這些問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買股票是否抱著一個投資的態度 而不是像現在的人形容 就是去認購了一個什麼 當時就說好像是綠合彩 就是賭博和投機的態度 綠合彩也偏一些 現在的人買股票就是 我打什麼工作? 有什麼工作? 你打開報紙看看 又要大學畢業 又要年輕 上了三十多歲之後 他說儲了儲了 欠了幾萬人 他說我炒一炒一炒一 不用多 每天賺了幾千就好過打工 現在的人是這麼說的 他只說贏格 他只喜歡聽 我看上一樣 我只喜歡聽好的東西 其實整個街上都有人死了 你不看 你眼睛這樣走 你看不到 你踩著他 是不是? 你踩著他 我舉一個例子 今年底開始 全香港打工仔都要炒股票 為什麼? 因為行那個所謂強制公積金 你的錢是給基金公司管理 政府規定 好像說50%都在香港 他拿著你的錢來做什麼? 沒什麼選擇 是多少會走下去幫你炒股票 例如說 你不是親手炒 是給別人炒 你不是親手投資 是給別人幫你投資 即是現在政府出的 整天賣光宣傳 都是給政府錢幫我炒 是不是? 不是 千萬別這麼說 給政府錢幫我投資 不是,還給政府 政府買了一些股票 到時那隻基金買了一些股票 你認購那隻基金 不關政府的事 千萬在這裡聲明 他買了給你刑付基金 就不關政府的事 很多人誤會 即是豬肉和豬肉的分別 對,沒錯 豬肉和豬肉的分別 我明白了 大家明白嗎? 割了給你 就是你自己的事 買你的事 豬肉和豬肉 可以… 你知道家人買股票的態度是怎樣 你有甚麼感覺 除了不敢出聲 阻害人發財之外 有時候也會說下去 因為太沉迷不行 對,問題出在這裡 太沉迷了 你覺得如何沉迷法呢? 就是… 潑月,好像我的妹妹一樣 你幫我照顧兩個孩子的排隊 我說幫你照顧沒有問題 我說你不要浮身 你是不是借錢去買 最重要 如果借錢當然是不好 她說不買 她說自己的資金錢 我說你受得刺激才好 不然待會你炒股票 她真的是初歌 她叫人排,她就排 我說你不受得刺激 突然被你上手了 隨時贏了錢 你也受不了 尤其是她兩個弟弟 被你照顧 甚麼都不回來 都算了 對 她… 你為何不說我臭小孩 你幫我排隊 為何她不這樣 她知道我不買 只是扔了表 我覺得你的態度是對的 即是你投資股票沒問題 不過那些一定要閒錢 千萬不要像梁家仁 你投資後心理變態嗎 沒有,我賣了之後沒有投資 但仍然留意這個號碼 留意這個號碼 太過留戀了 恨他,恨得很厲害 其實心理變態就不好了 很多人… 你打擾人 總之那些人就是 買了自己的股票就想它升 大家賣了的股票就想那隻股票 總之你還有 或者我們先聽聽觀眾的電話 觀眾又有客人 蘇姐姐 各位支持人好 蘇姐姐,不好意思,你說大聲一點 因為我的音樂影片 不知道為何聽不到 你說吧 現在聽到嗎 聽到了 現在一份上或一路街 對,聽到別人說這些股票 那我自己的心就很害怕 因為先前… 我想我說這些可能有很多人都不… 不要緊要… 不要緊要… 有沒有人看到你的樣子… 不要緊要… 你自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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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要… 我本身有一個朋友 之前就… 就是玩股票,又說跌倒 就只需要幾十萬 就問… 現在都沒有還完 又買了? 蘇姐姐 現在就買過 不好意思… 麻煩你先關掉電視線 因為那個回音很厲害 又影響我們聽你的八聲 是不是開了電視線 不用關電視線 你關小聲一點 現在… 蘇姐姐剛才說的問題也挺有趣的 我八個不知道為何香港人這麼多錢 很多人告訴你,我九州市場很可憐 是真假的 然後… 現在又有錢 又來的 另外一批人 現在那些人真的去銀行 我身分整理去借… 借多少錢 因為銀行利息很低 我炒股票,炒兩轉回來 我夠橫色,當然有賺的 你覺得這個風氣又如何? 說真實話,曾Sir和六叔 中國人的風氣就是前仆後計 前面仆了,不用怕 衝啊 對 就是這種風氣 老實說,剛才肥媽所說的 借錢我想是很少人的 這樣借錢 第一,如果沒有正當的收入 銀行真的怎會借給你 不會批給你 你有正當的收入 老實說,也很少錢 如果你借O.D. 借私人貸款 都是很小的數目 這些購買股票,股票的數目 都是拿起了幾萬元 證券行也很小心 譬如我問過那些銀行借 借很少給我 這麼熟悉也借很少 要不要再借 還要你有股票才借給你 對 對,有擺到的 問題是說現在還要… 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 狂升、什麼股票 很多證券行都是不按 你又要真金白銀才能賣到 所以我這次和97年 很多人這樣比較 97年的時候 這隻我刀 下午就升了 刀手指 我就可以了,刀手指 這次很多人不讓人刀手指 你刀,刀了你 沒有刀手指這件事 而且沒有人願意借媽的錢 那時候是任何人都會借的 而且國內有很多錢 不是自己的錢 偷運下來,炒股票 現在沒有了這支國際槍 所以你跌下來的時候 好像前天一樣 跌下來之後 有些人覺得 跌下來,我不賣了 就放在這裡 自然這兩天又升了 這就是未到一個狂潮 未到到馬經報 又中了,用紅色筆圈 對,沒錯 剛才我們還沒開場之前 我跟陸叔談過 我說這個炒股 好像師奶也炒得對嗎 他說不要告訴別人 炒股票不對 是教她怎樣去投資 教別人炒股票 對,又不對 不是炒股票是否不對 對,就是教別人怎樣去炒 對,沒錯 這樣說 喂? 對,蘇姨姐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們 就是那些師奶那些 就是你都說 他們是沒有職業的 全部都是自己辛辛苦苦的 儲回來 或者是家用那些 死亡死亡 但是現在你說 全部排隊 很多都是那些師奶那些 那我覺得自己就奉勸一句 就是你們玩一下 就是業餘有剩下錢 最重要是撕不起 這些錢你會覺得… 都說撕多少錢 他不買股票也只買金色 是嗎? 你覺得是沒有了… 原來不買股票 全部都去買鑽石 蘇小姐,我想問問你… 你覺得我早上開電視 看到我經常說股票 我是不是幫兇嗎? 不是,你是一個… 純粹是教別人怎樣去做 這是你的職業 大力哥,你怎樣幫他 你當我就覺得我很殘契 我經常教人的開銷 要像是我要幫兇 幫人推人爬魚 有為人是報職者 想說說 剛剛直到現在 組繪兒通過兩個電柄 我便發現廂的話 可能有些所謂的京所以不公道 專門進了那些教練 是別派過家 去排隊刑 在帆什麼連我的 也不是 sabe 其實也要抓人 剛才因為有很多電話 就是想跟你倆談 哪個號碼會升 升了多少個價位 什麼時候放 全部都是說這些東西 我們全部都被刺激了 那些就全部被刺激了 因為我們今天純粹是說 專門放一些有理性的東西 現在這樣的嘲諷 不是 股票也是一個投資 我們就不可以說別人說 完全不要去投資這東西 因為始終是全世界性的 我們去勸別人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像蘇小姐說 用你的私機錢 你不是說很急用這筆錢 是剩下的 如果我不買股票 我都會買金色 我會買鑽石 像你所說 或者我儲了它去買樓 我覺得現在這個炒風 就是跟樓市跌得那麼重要 是有關係的 你覺得是嗎 有什麼關係呢 肥熱肥媽 我是一個受害者 我就不懂得錢 不懂成功 他去廣告 我就一直都… 對不起 因為我聽不到這個EPS 好 先去廣告 我先去廣告 我先回頭 我先去廣告 先來給你聽 我如何受害者 我先去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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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炒股票 我說親身經歷 我的人就是我存夠三成 我就去買一間房子 租給別人多少錢 存夠三成又買另一間房子 租給別人多少錢 誰知道你的樓市跌到 不要說媽媽了 我爸爸也不認得 肥媽媽也不認得 對,沒錯 我賣掉它,因為要交管理費 譬如我租給別人 本來是租一萬三 現在是八千元 還要跟你說 麻煩你包管理費 就包警察,又包什麼 打 after you live any money 是不是就包管理費 賣掉它 還有貼手上給銀行 送咖宗 真的很可憐 不應該都不見面 走到不會見面 差不多了 又從頭來過 我手術的餘 DAR 他們說幾十元 不是有甚麼從頭來過 看見大家的股票這樣升 坦白說,我能買多少錢 直 kull 但是始終自己對股票不認識 我當中tag 還是我代表所有的啤賓 我是不懂 但是我很想... 大哥... 因為你也蠻到你的手指太爛了 手指頭掘起來 我這麼正常的女孩子做法都是不對的 那是否應該炒多少股票 是賺多少呢 現在我們這個很風格 有人被人罵了 你們這群主婦甚麼都不懂人去炒 就說我們不對 好了 陸叔和曾常 你覺得我們這些完全盲頭烏蠅的主婦 應不應該投資 要我們不要做盲頭烏蠅 我們好心打石仔打回來的 不是中六合手做回來的 陸叔 為師奶說幾句 對 是不是中六合手做回來的 我這真是真心說話 心聲 還有一件事你聽著 我們是敢輸不敢贏的 那是否真的 他輸得下跌了幾元 不是吧 守住他了 守住他了 他一定會上回 但他贏了一毫子 不是了… 走了… 你說是敢輸不敢贏 一定是 這是純粹思拉心態和做法 即是有賣 好了 你教教我們這些主婦 我們這些很保守的特食仔主婦 應該怎麼做 股票市場永遠都是這樣 不…如果不是這樣 就不是股票市場 那你教教我們 你們全都贏了所有錢 別人贏了… 你們在大戶贏了 你也沒有贏了我們的賣送錢 慘了 現在的問題是你們害怕… 初時買股票就害怕 永遠到你真的不害怕了 很大膽了 我學習了 少林寺下山了 別人的股票已經去到很高位置 那你就跳進去 永遠都是這樣 摸頂入 問題是如果你忍 你永遠都是忍 我想炒股票 任何甚麼… 我不要說私人 任何投資的人士 想炒股票的人士也好 最重要是學會忍 即是買還是不買 即是說如果你不買 就一直都不要購買 聽到我了 人就不要購買了 譬如你說 經常都覺得比股市高 比股價高 那你就忍 到最後你忍不住的時候 看到別人是升級的 最狂升的時候 你就會說 我不忍了 二譜不忍了 我跳進去 剛才我進來 你知道我從來 有人問我某一隻股票 一邊走 一邊走 為何人們這麼友善 陪著我一邊走 他說 那隻股票怎麼樣… 我忍了很久 到最後前天最高入 那怎麼辦 然後我… 好,第二個又走過來 又是那隻股票 那你說我怎麼教 哪一隻 你說友善同事是哪一隻 今天不說號碼 是… 即是友善同事問的 即是你不是玩開的 就是忍著不要買 對,沒錯 如果你真的覺得是投資 正確 每天看看節目 看看我上電視 我們經常看 不過你的節目做完 為甚麼 我多想你重新開 跟經紀聊天 看看書 看多些東西 學到… 因為今次買不到 還有股市場永遠都有 我經常覺得 你不要生氣 那些股票… 這次狂星買不到 有600隻股票進來買 你買不到這隻 就買到另一隻 這次買不到 買到另一隻 除了股票之外 你對經濟那麼熟 我代表很多師奶 我們每個人都說 你把錢放進去 以前媽媽教我們放黃金 那就糟了 我最記得黃金 逐兩賣的時候 是五千元 現在是二千多元 三千元 我說為甚麼我做到也不適合 永遠都是高位進去 樓又高位進去 金又高位進去 剛才… 股票又高位進去 不是 我是做到那個行業 剛才賺到這塊錢 他高位 不關我的事 我們以前做事 你問一下這裡坐下來 那些人是否這樣 舊就買一、兩金 是否呢 是媽媽、婆教的 原來十年黃金 就變成爛童 媽媽不死才告訴我 我怎知道呢 是嗎 我告訴你 還有我想問一下 譬如我們儲了私機錢 都不說得多 小人不說得少 應該怎樣 是否應該直接是 因為自己不懂 我就買基金 讓基金的人幫我去炒 是否應該這樣 可以是這樣說 基金就是別人幫你炒 別人有眼光 別人有眼光 問題是他未必贏 但起碼輸不輸得那麼多 因為他拿著的不是自己的錢 我記住他永遠 為甚麼任何投資者 如果自己的錢是肉痛的 好像跌下來 你不捨得沽 不捨得走 你永遠是肉痛的 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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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 輸一贏一贏一贏 問題是因為你的錢是你的 但基金經理的錢不是他 如果我現在的肥媽 最好是你讓我幫你炒 我告訴你 我輸了一點就把他丟掉 如果贏一贏一贏 我就告訴你 好嗎 因為你不是自己的錢 我不肉痛 我看到那麼多 我砍掉他 我又再買他 我又賺了他 我炒了 六叔三美也學到一點點東西 通常投資是說兩件事 第一,就是投資組合 不是叫你整副身家躺下去黃金 整副身家躺下去樓 整副身家躺下去股票 是說組合的 例如多少錢 多少股票 多少樓 這是其一 其二,又是炒六叔三美學回來的 就是當你… 你現在拔雞不行 我拔了十年 我十年後就很老 你別走那麼快 剛才他提到一件事 那個隱節 如果你過了隱節的境界 就要開始學投資的技巧 我和樂叔學了很多東西 他經常提醒我們一件事 就是要有紀律 意思是你要定止洩和止賺位 一定要遵守紀律 你定了那個,到那個位置就放了 不理會再下跌 譬如你賺15% 不理會再下跌 對,15%就放了 寧願再買一個地址 反正是,當它跌了15% 你定了這個位置就要放了 就放了 不要說不放置了,很肉痛 那就糟糕了 好,我們聽聽我們的電話觀眾的電話 何小姐 是 你有甚麼事跟我們樂叔和曾經說 有啊,我昨天也有下去 排隊 沒有排隊 真的好,你應該放了一個 我來講一下 其實我的表也不是我自己拿的 是別人放在我的桌面 他放在我的桌面 我的心態都是 別人跟我說,好,我還要入彩 我的心態就是,隨便吧 我填了它 但是昨天早上,我也很遲 我11時半才下去加 我的心態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問過人,他們說,總康那邊有很多人 我都說,我不交了,已經丟下了 但是後來,因為我的家人叫我去 我下去,我說很明朗靜 我又走上去交,又沒有打一塊石柄 但是回到家看電視 看到那些人,我覺得自己很傻 我以為你覺得自己很傻 我以為你覺得自己很傻 你應該覺得自己很傻 我才去到一間… 你覺得,明知道是沒有… 我告訴你,真的… 沒有機會 三千分之一機會 你沒有可能也要去做 還有錢,還要先進別人的袋子 你自己就要自己認識 那六合彩你還要加低機會 對,六合彩你也會被人吃掉 你這些… 吃掉了一點… 雖然利息會損失一點點 但到時的本金也會給你 但問題是,其實他覺得 你到時,下星期三開 你開了,是不是真的給你高位 可以沽出去 如果你沽不到,那怎麼辦呢 你拿著,忍著 我想最重要是你自己 到時你貪不貪 如果不貪,一定會猜得出 其實我覺得,這幾排這樣升 吃了都猜得了,大哥 吃了都猜得了 害怕嗎?牛師姐 這幾天這樣升 你說這樣升,你害怕嗎? 我簡直是有一點點擔心 我說震過貓 我由星期一擔心到今天 因為我由星期一 看到他這樣,鼻鼓啵啵啵啵啵 我已經把貨都離開了 然後把貨都離開了 那你也是炒虎標之人 也不錯,問題是… 即是你走快,貨有錢 就承認我一隻不貪 就是走了,然後翌日就去買 好,買贏,贏了,今天又輸過 我想說一點點 其實你在電視看的東西 很多時候,傳媒集中在一、兩間分行 看到一些情況 如果你冷清清那間 他怎會拿去拍?對吧? 所以我覺得傳媒有一點點責任 真的,問題是拍到這些地方 哭扮得逼滿人的那些 冷清清那些 你應該告訴他 這間冷清清 又或者是早上10點 告訴他,改一間冷清清 在電台、電視上呼籲 麻煩你去那間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 是呀 我有一個詢問,何小姐 又是呀,落宿為何這麼說 但你也有賣股票 你也有賣股票 是嗎? 你也有賣股票 但你本身都是做甚麼職業的? 我做秘書 是呀,你自己做秘書都會買股票 那你覺得現在是人都買股票 這個風氣是怎樣的? 我覺得現在開始傻了 是嗎? 真的傻了 即是你剛剛沽了你就賣了 因為你… 賺了 不過我覺得何小姐比我還好 其實不是這個問題 是因為… 他們沽了你就當然不賣自己 不是 是因為我自己… 有很多人你沽不到的 所以我可以沽了 我1997的時候 就是看到別人賺了很多錢 我也是在1997的尾段去買 不是,1997虧了很多錢 我覺得你們要多謝我 總之我一不買股票他們就升了 我買了他們就跌了 我1997的尾段去買 我知道自己是壞的 所以我不鬥了 我1997的尾段去買 我自己沒有甚麼橫在名 我1997的尾段去買 我升了 然後那個淡就累到… 即是真的教了我做人 即是不要貪心 那你現在又買? 現在,因為我貪心 不是嗎? 我以為你認識了做人 我只要說一句,好嗎? 其實貪心是沒有罪的 貪心才可以推動社會 推動股票市場 最重要是貪得其所 最重要是不要貪得無厭 就行了,知道嗎? 其實貪心不是罪過 記住,貪不是罪過 謝謝你的電話,何小姐 我想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第一件事 就感謝陸叔叔 感謝曾sir 第二件事就告訴大家 第一,今天的結論是 股票這件事不可以說是不對的 因為正如你所說,全世界都有 這樣吧 還有,原島上吊而已 是… 希望大家清楚一點 把一些專業銀勢問多一點 知道自己在投資的是甚麼 我們首先包了獎,好嗎? 我覺得這個肯為別人幫別人 臭小孩給別人買股票的 是… 謝謝陸叔叔 謝謝曾sir 給陸叔叔跟曾sir頒獎 應該給你… 頒了一些現金獎 在家人那裡 給陸叔叔… 陸叔叔,來吧 這位現場的觀眾 給200元的現金獎 你幫他套獎 我認識了 十成 有你又沒有愛 其中一個人 老婆的這隻 你又不在 這個小子,他的叫阿超 成人嘴喵喵喵 他慢慢在看上去的IC票 上網上都發燒 我見到你這麼多萬個票 老婆是最重要的 一家之處,找人不可票 好爸爸是有指標的